以前出生來都一定會來 但如果加到這麼貴 就未必一定會來 新一年好多東西都加價 耳光速差聞名的佐敦奧牛 由星期五開始 加價大約一成 因為現在到處都加價 我哪有東西不加價 不過現在六十元就真的 也有熟客認為 以奧牛的食物水準來說 成價比已經撼贏其他餐廳 至於無名而來的遊客 就更加無所謂 在這裏旅行 有朋友介紹 在這裏食物 試試 第一次吃 等白飯牛奶 價錢是OK的 不會太貴 其他無上鏡的遊客都說 奧牛在台灣和韓國都很有名 更加是香港的必食餐廳之一 加了一架都要來試試它